大家好,我是小博 从今天开始呢,由我为大家讲解 抓耳微博进阶MyBaitis框架这门课程 首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MyBaitis这个框架 MyBaitis前身呢,是一个Apaq下面的 开源框架叫I-Baitis 2010年这个项目由Apaq移植到了Google Code 并且正式改名为MyBaitis 在2013年11月呢,迁移到了Github 那MyBaitis这个框架呢,是一个非常出名的ORM框架 提到ORM框架呢,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 Driva非常出名的另一个框架叫Habinit 那MyBaitis呢,和Habinit都是在这个领域非常出名的一种框架 那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ORM嘛 ORM的英文呢,叫Object Relating Mapping 中文翻译呢,就是对象关系映射 它在,我在百度里找了一下它的一个解释 它是一种程序技术 用于实现面向对象编程语言里 不同类型系统的数据之间的转换 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们想一下我们编写任何一种业务啊 都是把业务对象转换成一些 我们所自己定义的一些内存对象 在我们的面向对象的程序语言里面 那最终这些 自己定义的这些内存对象呢 最终会把它持久化到数据库的表当中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需要转换的过程 我们的实体业务对象 在内存当中表现为对象 在数据关系中呢,表现为关系数据 内存中的对象 存在关联关系,继承关系 但在数据库中 都呈现在一些表的多对多的关联 或继承关系 所以呢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种映射体系 来保证这个对象关系 到表关系之间的一个映射 这样我们的一些OM框架呢 就因运而生了 那其中呢,MyBetus就是 在这些OM框架中 一个比较容易上手 并且使用很方便的一个框架 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讲解MyBetus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为大家准备的课程大纲 我为大家讲解MyBetus呢 我大概准备了八部分的内容 为大家展开这门技术 首先呢,我们先 搭一个MyBetus的项目先玩起来 然后呢,会给大家解释MyBetus的工作流程 通过上面搭建这个项目来解释这个流程 第三步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MyBetus的一些重要组件 然后呢,它的配置核心文件的解释 它的映射文件是如何使用呢 MyBetus的动态SQL是怎么玩的 并且准备了一个专题 三项东西呢,是在商业项目里面 比较常用 并且非常实际的东西 最后呢,会带领大家完成一个很简单的Web项目 利用MyBetus这个框架 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正式讲解第一个课题 我们先搭建一个MyBetus项目 那我们说任何项目 我们都会有一个项目目标 那搭建我们这个demo项目呢 我们也有很简单的项目目标 我们看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demo的目标呢 就是通过MyBetus从数据库里面 将表的数据读取出来 并且打印在控制台 那这里呢,我列出了搭建这个项目的一些步骤 首先我们先搭建一个招呼项目 然后呢,在招呼项目里面 引用这个MyBetus 然后我们建一张表 然后配置一下MyBetus 最后在我们的程序代码里面 进行查询 OK 那我们第一步 首先我们打开Eclipse 我们来新建这个项目 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我将会使用Marvin 来做一个项目的搭建跟管理 可能大家可能对Marvin 这个技术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去学习一下 因为现在的在商业项目中 Java的商业项目 基本上都会使用Marvin这种技术 来做一个项目管理的工具 我们有默认的地址 选择最简单的一个Quickstart模板 这里呢,我们要填一下它的 它的Groove ID Active ID 我们就用Marvin 我们就用Marvin edu.m 这样这个项目就搭建好了 非常的简单 这里有一个慢函数 可以直接执行一下 看,答应出来了 那下面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JDK 我们先换掉 换成1.7版本 并且把它的这个编译环境 换成1.7 那下面呢 我们就是要在我们项目里面 引用这个MyBetis 因为我们使用Marvin管理项目 所以呢 你用这个MyBetis 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Marvin的配置 加到我们的 Pump依赖文件里面 注意,加在这个Dependence下面 把这个Type调好 那这里呢 我们使用MyBetis版本呢 是3.2.8这个版本 现在MyBetis最新的Release版本呢 也是3.2.8这个版本 下面我们就需要建立一张表 然后呢 利用MyBetis把这张表的数据查信出来 我这边先准备了一个 这张表的建表语具在这里 节省时间 我们就会建一张student的表 它呢会有三个字段 ID、Name跟Bestate 相当于就学号、姓名跟生日 我们把它建一下 我们打开Eclipse 在Eclipse里面呢 就自带有一个很简单的 那个数据库客户端工具 是一个插件 那这个插件怎么配置呢 我在这边就不介绍了 大家查一下资料 应该都能够 学习到这个知识 我本地有建一个数据库 MySeaCode的数据库 这里是它的Table 那现在Table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 新建一个Table 把这端烤过来 刷新一下 OK 这样Table就建好了 然后呢 我们给它插一些数据进去 然后学号1 插一些数据是为了 我们待会要做演示 OK 我们可以在这里 看一下 其实这边已经表示 Eclipse里去成功了 但是我们还是 执行一下保险期间 查询没有问题 那下面呢 我们就需要通过ByByT的配置 来执行这个 一个查询语句 把这个数据库里的表呢 查询出来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今天这堂课呢 呃 大家初步介绍一下 MyByT的这些基本知识 和ORM的知识 然后呢 搭建了一个 Drava的项目 引用了MyByT 那在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利用 MyByT的配置 完成这个Demo 那Drava被称为配置之王 那在下一堂课里 我们就能够看到 这些配置的威力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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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